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美國會最強抗共報告 四方面重置美中經濟關係 中越領導人強調 具戰略意義中越命運共同體 但是 強導眾人推 13道壞消息催命中共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2月13日 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美國會最強抗共報告 四方面重置美中經濟關係 美國國會眾議院對中共委員會提交給全院全體會議一份52頁的戰略報告 這是國會迄今為止的最強抗共報告 該委員會明確表示 中共帶來的挑戰 促使兩黨成員通力合作 因為每位參議員都對中共行為感到擔憂 都不想將美國的經濟實力和安全讓給中國共產黨 時評人秦鵬發表評論文章說 大風暴要來 這份重磅報告將重塑美中關係 經過過去一年的調查 特赦委員會制定了三大關鍵支柱 要糾正美國最近30年錯誤的道路 第一大支柱重置 重置美國和中共的經濟關係條款 第二大支柱防範 要阻止美國資本和技術的流動 避免助長中共軍事現代化以及侵犯人權 第三大支柱建設 投資領導性技術 並和盟友一起增強經濟彈性 圍繞著這三方面 報告一共提出了16項大的立法建議 130多項刺激立法建議 幾乎每一條都很重磅 包括增強對中國境外投資的限制 撤銷2001年至今中國加入WTO後 美國給予中國的低關稅 強制禁止中國社交媒體平臺TikTok 或要求中國從該企業撤資 只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產的傳統半導體徵收高額進口關稅 要求美聯儲對美國銀行承受可能失去中國市場准入的能力進行壓力測試 限制美國聯邦機構購買中國製造的無人機 此外 報告還要求美國上市公司披露於中國的關係 並進一步投資美國的研究和製造能力 以對抗中共在製藥和關鍵礦產等行業的主導地位 他還建議 美國政府要制定計畫以便在中共入侵臺灣時 與盟友進行經濟協調 主流媒體《路透社》和《紐約時報》也都認為 這份報告可能為2024年美國對抗中共的立法提供一個清晰的藍圖 或者說提供一條道路 中越領導人強調具戰略意義中越命運共同體 但是 習近平13日對越南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期間 中越領導人就在深化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基礎上 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達成共識 但雙方對這一概念的表述存在差異 顯示了越南的微妙不認同態度 這次訪問 標誌著習近平今年首次訪問亞洲國家 兩國在經濟領域關係密切 但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存在分歧 經過數月談判 雙方簽署了數十項合作協議 在河內 習近平瞻仰了胡志明陵 並競線滑圈 隨後會見了越南國會主席王廷慧 總理范明正和國家主席吳文賞 習近平強調與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共同宣布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 越南語和英語對命運共同體的翻譯 採用了較為平淡的未來一詞 這為雙方的不同解讀和第三方的選擇性理解提供了空間 分析人士認為 這些協議標誌著越南外交的一項成就 但關係的改善可能更多是象徵性的 習近平大力推動提升中越兩國關係 尤其在越南提升美國至與中國相同的最高外交關係級別後 據越南當局的清單顯示 中越合作的協議涵蓋了鐵路和安全領域的可能投資 以及涉及電信和數字數據合作的三項投資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越南分校供應鏈問題專家軟洪表示 這些協議反映了雙方的利益 越南希望發展其基礎設施 而中國在海南島附近已建立了海底數據中心 他補充道 電信基礎設施 微星地面跟蹤站和數據中心可能是投資的關鍵領域 雖然習近平在越南官方報紙上發表評論文章 敦促在關鍵礦產方面開展更廣泛的合作 但稀土合作方面未達成任何協議 越南估計擁有世界第二大稀土儲量 其主要礦區 位於受益於本次協議的鐵路網路升級區域 強導眾人推 13道壞消息催命中共 年終將至短短一個月內 13道壞消息如催命符一般 讓中共掌權者寢視難安 評論人士岳小強在《人民報》撰文說 第一 12月2日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論臺上公開表示 中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威脅 而不是朋友 第二 12月6日 意大利在歐中峰會開幕前致函中共政府 正式決定退出一帶一路計畫 第三 12月7日 在北京舉行的歐中峰會上 歐洲領導人強硬表態 要求北京就中歐貿易不平衡及俄羅斯入侵等問題採取措施 第四 12月5日 穆迪下調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展望 次日再將香港和澳門評級展望 由穩定下調至負面 這個舉動非同小可 中國股市立馬跌下3000點 海外時評人士顏春鉤撰文分析 穆迪這一掌來得夠迅猛 打響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槍 穆迪登高一呼 全世界都驚醒 此後就是強倒眾人推的問題 第五 11月28日 29日 中共兩個老朋友 投資大鱷查理.芒格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相繼去世 第六 中共經濟脅迫不再奏效 歷來只有美歐敢正面對抗中共 現在彈丸小國立陶宛 單挑中共也能取勝 第七 中等強國澳大利亞2020年要求對大流行病進行溯源調查 中共報復 對澳實施單方面貿易制裁 第八 對抗中共 全國也有志氣 阿根廷當選總統米萊的團隊近日證實 阿根廷不會加入金磚國家行列 逆反現任總統和其班底熱烈擁護金磚成員國的立場 第九 弱女子也敢公開對中共說不 12月3日 曾被香港國安處拘捕的民運派社運人士周庭在社交媒體公布 決定不回香港向國安報道 大概一輩子不會回去了 第十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11月29日 全票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 如美國總統拜登認為 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 香港經貿辦 不應再繼續享有特權和豁免等這些外交待遇 第十一 中國股市就不回 A股三大指數近日連番下跌 第十二 中國經濟回天乏術 大流行病後 經濟復蘇非但沒有出現 反而向反方向狂奔 外資大規模逃離 對外貿易萎縮 失業飆升 工廠倒閉 各級政府債台高柱等 第十三 最要命的是權鬥 美國媒體政客12月6日曝出秦剛7月已沒命的內部消息 成為熱門話題 除了秦剛 國防部長李尚福失蹤後被免去職務 火箭軍大批將領出事 報導認為 這些官員被關押 令人懷疑中共政權內部的穩定性 阿波羅網副頻道 視頻今日內容是 震撼揭秘 中共發動緬北戰爭 目標是中國武裝反抗運動 以色列轟炸加薩 拜登警告內塔尼亞胡 公開要求改組內閣 嚇阻中共 以軍用F-35戰機創下一全球首例 一兵洩密上校撤職 軍機換散加真情補報 釀機密外泄 15人連坐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在視頻提及您的消息 及格勒 關連接著的照片 按觀看 拍攝 在視頻後 發動和聲明的消息 感谢观看